BTS最新VESTA周边设计超洋春而且不好看 价格又超贵引发粉丝不满 ARMY批评hype不用心 在韩网也被马上热铁 粉丝抱怨周边卖东西短袖月1500台币起跳 长袖上衣2500 包包1000台币左右 甚至钥匙扣都要200多 这些商品成本价看起来根本没有到售价一成的价值 既没有设计质量也不好 把粉丝当冤大头 好像只要印象BTS再拿出来卖 就以为粉丝都会买一样 网友看到后也觉得周边看起来很丑 不说是BTS周边商品 还以为是hype股东大会纪念品 光只顾着赚钱的hype推出这样的商品 自己都不会觉得丢脸吗 希望粉丝不喜欢就真的不要买 不要让黑心公司赚钱 不说是BTS周边商品 不说是BTS周边商品